有请1号男嘉宾 有请1号男嘉宾 笑起来还挺可爱的 好 爱是给阿姨的发带 我觉得好暖 不行 好 谢谢 4号爆灯 发带 4号爆灯了吗 我爆灯了 天哪 这孩子 为什么呢 怎么想的 他没看清吧 估计他是胖了我觉得 来 做个自我介绍 好 大家好 我叫蔡建彪 今年27岁 来自海南海口 海南很好 然后我的工作是篮球行业 主要工作是经营两家篮球馆 是做篮球的 喜欢 我觉得还好挺好的 我喜欢打篮球 对 大家都喜欢打篮球的男生 来 张欣月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4号张欣月 你好 你一上场的时候 我就被你的笑容所打动了 我觉得你笑起来特别暖 然后至于其他的 我太着急了 我就很着急就想爆灯了 男嘉宾不好意思了 希望你能多关注我 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边那位是 这是我的发小 我好兄弟 大家好 我是蔡建彪的发小 我们认识已经有15年了 因为她要来参加这节目 然后我就全权委托她的父母 住在这里 是她父母全权委托你 全权委托我 你稍微捋一捋自己的思路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下面开始庆甲宣言 大家好 因为节目录制时 阿彪的父母在国外考察 实在没有办法赶回来 今天由我来宣读《庆家宣言》 我们希望阿彪的女朋友 能来海南岛 跟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享受温暖的阳光 温柔的海风 超喜欢 我特喜欢海边 在海南 无论你想在哪儿买房 只要你在地图上画个点 我们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哇 哇 最好是能生两个孩子 让我们家族人丁兴旺 谢谢大家 我妈妈希望我两个 两个 你呢 我也 四号妈妈 我先听妈妈说 她要飞过去了 既然刚才女儿爆灯了 说个心里话 我是这个意思 很惊讶 你刚才你的闺蜜说 要多生几个孩子 闺蜜 这是我希望的 但是呢 我也跟孟老师说过 折女婿的标准 长得要帅 家庭要好 再身体要高 天下都是一个妈 她在垫脚 但是你的身高 还是没有达到 我不建议 好 我们先看片子 什么是我的挚爱 什么是我的生命 冠篮高手 篮球 超帅 比赛还剩下18秒 挡才出手三分 好想和他一起打篮球 没人投进 那年我21岁 措施就是CUBA的唯一机会 输掉了比赛 也输掉了我人生的方向 他那段时间肯定 其实还蛮煎熬的 我不想去家族企业 继承家业 我想靠自己出人投地 他是一个很有上继心的人 对 是篮球把我从泥潭中拯救出来 自己做策划 做预算 向父亲借款100万 我开了海口第一家篮球馆 专门海口第一个街头篮球联赛 哇 现在已经拥有了两家篮球馆 年收入过百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遇到爱情玩家 总是让我觉得充满了背叛 被背叛了 还受过蛮多伤的 特别是和我都没谈过了 未来的你 要懂得和异性保持距离 要主动告诉异性我的存在 觉得这个也是我的想法 他没有机会 我成长于一个传统的乐上大家族 未来的你 要和我一样尊敬双方父母 有矛盾也要服从父母的决定 这个我可能有点不同意见 未来的战场上 我会投好每一个球 赢下人生 保护你和我们的所有 保护你和我们的所有 这种男人有魅力 我看了魏斯雅之后 我更加喜欢他了 六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吃过爱情的苦吗 爱情的苦 你经历过最深的磨难是什么 应该是我大学刚毕业那段时间吧 就实习 我在我爸公司的工资 一个月就2500 2500 从底层开始做起的 比保洁阿姨还要低 这个黑心的爸爸 我太难了 你有两个哥哥是吧 两个哥哥在 对 两个哥哥也是在公司里面上班 你里面有句话 我不想继承家族企业 是你不想继承 还是职位已经被两个哥哥占了 太残酷了 不会 因为我爸教育的 我们的方式就是与卢君占 很平均 很平均 但是他就说给一个平台给你 你自己去挣 我可以借一个平台给你 但是你要还给我 我觉得他们家教育理念很好 对 就是可以让孩子独立 对 但是他的那个如果有矛盾 也一定要遵从父母的决定 这一点我不是特别统一 喂 孟爷爷 你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孙真 一号爸爸 喂 女儿 老孙 刚才他VCR里面有一点说 如果两个人有矛盾 他希望可以尊重父母的这个建议 我想你帮我问一下 男嘉宾这块是怎么考虑的呢 很好 说明你看得很仔细 对的 男嘉宾你好 好 刚才我女儿说你在 是矛盾的时候 大门说是 周兄你父母第一件 你能解释一下这个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 跟爸妈有矛盾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顶过嘴 就爸爸妈妈说的是什么 我们都会直接就会吞下去 因为我觉得在父母 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们要给到他幸福开心 而不是每天在家里面吵吵闹闹 顶嘴摔门 这是我爸妈最讨厌看到的东西 我是不想要说百分之百要听父母的 但是还是要沟通之后 然后再考虑一下 男嘉宾 我不贊成你刚才那个盲从 你是一个没有责任性的 没有责任性 我爸好狠 孟爷爷 你不是我 想走你那看 我爸要灭灯了 对不起啊 我爸要灭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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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灭灯了 这个反应有点过大了 2号 男嘉宾 等一下 等一下 对不起 等一下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1号女嘉宾孙真 我有点着急 我想要供放一下我的声音 好的 1号的声音放出来 爸爸你好着急 为什么要灭灯 就是我对男嘉宾讲的话 是有一点点疑虑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 这个条件还是比较符合我的标准 按照我们的规则 你父母已经退出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呢 这个可以 如果你的父母 不想让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你会选择继续跟我在一起 还是会选择和我分手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好问题 如果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话 我会用我们两个的行动去打动它 谢谢 这样答得好 对 孟爷爷我真的不可以回来吗 我觉得这个回答我还挺满意的 不可以 你太着急了 这也是我想聊的一个点 再碰到是 以后两个人吵架了 有点什么小矛盾的时候 怎么解决呢 我听到最大多数的父母是这么讲 小两口的矛盾 让他们自己解决 对 长辈最好不介入到 小夫妻的矛盾当中去 这个态度最常见 你同意这个观念吗 同意 同意是吧 同意 同意这个 初期 四号 我想问一下你身高多高 175个 我不介意 妈妈 没助攻你 喂 喂 孟爷爷 我是四号女嘉宾张欣月 我想把这个电话转给我妈妈听一下 四号妈妈 喂 妈妈 就是我的确还是蛮在乎男生的身高的 但我觉得一个男生她的性格 她的品质以及她的家庭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这个男生 他带给我一种特别温暖 我很喜欢的感觉 所以我不希望你老是在 Cue人家的身高 不要老说这个点了 这样 你的情伤比你妈妈高 我好难过 我哪怕我爆灯了 我怕这个男嘉宾 都因为你说的这一句话 然后觉得不开心 完全有可能 那孟爷爷我求求你 您帮我挽救一下吧 我都让你过话 我能帮你 我太爱您了 我爱您 孟爷爷 不不不不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刚才女孩这个电话非常温暖 她说男生的身高对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她觉得你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她喜欢的 她从你身上感到了一种温暖 而且她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她说她妈妈 你不要老Cue男嘉宾的身高这件事情 让她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我觉得这一点体现了这个女孩内心善良温暖和这种情商 有 好加分 4号我有帮到你吗 有帮到我爱你孟爷爷 所以每一个家长都要听听的话 儿子 女儿 我们是来给他们加分的 来 5号 男嘉宾 你好 叔叔 你还有什么才艺吗 爸爸手都抖了 我们两个来合作一下 我的才艺就可能就是篮球这一块 要不就 那我就演一下这个字好不好 放下来 你把它放下来 这个不属于才艺 而且也征服不到谁 孟爷爷要慌了 那就参与小赞吧 好吗 可以可以 那我就来咯 来咯 叔叔好喜欢才艺展示 叔叔这个戏很多了 好准备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忽暖的爱 暖暖的眼泪更含日奋一块 眼前的蜆蜆 瞬间对我骂了 已经迷对了 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最爱的 蓝海 我帮好加分 我帮好加分 加分 谢谢 你好 底下还有人喊 再来一个 这都是起哄的 我太喜欢了 我真的很喜欢 有我喜欢的点 但是不是特别心动 喂 孟爷 我是6号 6号 6号 妈妈 喂 妈妈 那个男嘉宾各方面 其实都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她离我有点远 你可以帮我灭灯吗 我女儿说异地恋 她觉得是应该是不可以的 她想让我帮她灭灯 好 谢谢 压抑 最后一个电话 喂 孟爷爷 你好 我是3号女嘉宾王思思 3号妈妈 我觉得身高和年龄就是小了一点 然后我想灭灯 你觉得 好的 好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阿姨 因为那个我女儿思思呢 她是一直在国外 所以说她就觉得 你们可能三观有点距离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不希望她最后欠这个 说不定真诚了 不行啊 下面进入返选环节 来 看三个家庭的背景资料 田燕儿26岁 外企运营经理 张新月23岁 艺术教育硕士再读 肖雨婷23岁 自媒体人 三条短片 大家好 我是田燕儿的爸爸 我是田燕儿的妈妈 我是一名老师 在学校她是我的领导 在家她是我的领导 她比我提前两年 送到学校 然后我去以后 她就瞄准上我了 这个是我们两个时候的老乡 都是一个人 你听你说的 也说的就是看着 长得漂亮嘛 就这么将就着跟她过了 一过就过了大辈子 下一条 我学习二胡已经十年了 当我开心的时候 我会拉赛马 当我悲伤的时候 二拳音乐 我就会拉二拳音乐 好细精啊 为什么要踩我的烂拖鞋 今天呢 我就会想拉一个 我们牵手的音乐 哇 哇 好难以针这样的 男嘉宾 快来 给我牵手吧 下一条 大家好 我是萧雨萍 我听过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说女生们酷起来 没有男士的这种事情 是很坏的 哇 这太帅了 太帅了 但是 我平时呢 喜欢一些毛绒玩具 然后我也养了一只 可爱的小狗狗 来 等等 过来 我喜欢一切可爱的东西 就是内心还是比较小女孩吧 那么男嘉宾 你会喜欢 这么一个有反差感的女孩吗 有请 二号 有请 二号 有请 张馨悦 哇 小公举 男选 来 三位女生 二号开始 男嘉宾 你好 我是二号女生田野 我觉得男嘉宾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 然后稳重成熟 然后有事业心 有上进心的一个男生 就很符合我的择偶标准吧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开朗 活泼的一个女生 然后可以给你的生活中 增添一些快乐 但是我其实是有一个小顾虑的 就是我们其实的成长环境 不是特别相似 就一般的这种家庭和这种家族 假如说我们要谈恋爱的话 你会怎么帮我走出有这种顾虑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在一起的话 不要管太多 然后我来保护你就好了 我来保护你就好了 好的 你朋友在几个关键节点上 回答得好好呀 四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叫张欣月 我现在有三个事情想跟你讲 第一个事情就是 其实我会是在爱情中 非常给足男生安全感的人 我会把你介绍给我周围所有的朋友 尤其认识 不会让你为这一方面感到焦虑 第二点就是 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 因为原来小的时候我不懂事 很多时候我会和我妈争执 但是越长大我越会知道 其实妈妈的话是对的 所以这一点我是支持你的 还有第三点 我还想唱一首歌给你听 你愿意吗 可以可以 我愿意 世界还小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啸 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慢慢变老 你可知道我唯一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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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你挑 我带你去到天荒地老 在阳光灿烂的 哇 太会聊了 在最有自在的空心里 我不希望他最后欠这个 男嘉宾你好 我就是长这么大了 就是从来没靠过 除了我爸男人以外的胸怀 因为我从小就是 留守儿童那种 就是爸妈经常在外面工作 很多的爱就是 就是很少说出口 就像我父母 他们也很少说爱我 然后我从小就养成了一样 一个这样的性格 就是会把自己伪装得非常的 就是很像男生一样 其实我内心真的很小女生的 好心疼他 在这里呢 我想对我的父母说 爸妈 我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 我爱你吧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哎呀 我天哪 为什么要来这一顿 不好意思 我就有点失控了 就是我观察你 你就是一个特别努力上进的男生嘛 因为我家庭就很普普通通嘛 我也没有什么要求 也不需要什么要求 我不需要宝宝 我只需要你陪着我就好 如果你愿意陪着我 那就带我走 谢谢 来 阿彪的兄弟 三位女生 你觉得淘汰一位 我可能觉得五号可能不是很适合二标 你的兄弟说淘汰五号 你同意吗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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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同意 被感动了 真的是 你告诉我你要放弃的那一位是 二号 谢谢二号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平常我空闲的时候就很喜欢睡懒觉 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叫醒我 这个话题 我也很喜欢睡懒觉 但是在有工作的前提下 我不允许你睡懒觉的 就是我可能会卸开你的被子 拉着你的手 我这样扯你起来 四号 我会从后面抱住你 然后把你给叫起来 天啊 天咪咪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四号 还是五号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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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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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 四号 就不双凭 你出来吧 嗯 其实 给何 我们 你的觀點的遺憾 怎麼了 你的遺憾是什麼 身高 對 對 對 但是因為我心目中 就是應該高高大大 帥帥的 因為我們太不重視家庭了 真的 都無所謂 但是不信的是 我不贊同你的觀點 為什麼 他說的什麼呢 你們家庭那些不重要 這一句話的潛台詞是 我們家庭也非常好 所以我不在乎那些東西 但是他在意什麼呢 身高 我告訴你 身高叫虛榮性指標 你在乎的東西 在你女兒那邊毫無價值 你根本沒有把女兒 是否喜歡放在第一位 而考慮的是帶什麼樣的女婿 和女兒出去的面子 在這一點上 我認為母親的自私 已經大過了對女兒自身 什麼對女兒最重要 孟老師講得好 孟老師不是的 女兒已經強烈表達了兩次 我喜歡 到現在兩個人已經幸福牽手了 丈母娘還說還是有點遺憾 我假想一下 如果這個小夥子 他們將來結婚了 也可能非常幸福地走完一生 如果有一天 你女兒和她丈夫吵架了 她丈夫有沒有可能 勝度之下說過一句話 我早就不想跟你過了 你媽當時就不同意我們結婚 從那一天起 我就埋下了這個種子 有沒有可能 孟老師太狠了你 如果你真要是為你女兒好 把你所有的想法全收起來 忠心地祝福是你唯一能做的事 對 她說她喜歡愛笑的女孩子 我也喜歡愛笑的男孩子 結果她一上來的時候 我就笑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那個笑 笑到我心坎裡去了 我就瞬間就想不到我崩了 謝謝 再往後日子就希望多聊天 下次來很難 然後直接來看我打比賽 然後我教你打球 好 我心裡也希望你們理解 對 關你沒有理解 我就想祝福她 真正的想法 新鄉親大會精彩稍後繼續 新鄉親大會精彩繼續 謝謝 有邀請下一位男嘉賓 可真帥 這麼帥 白馬王子 真帥 我姐應該喜歡這個 一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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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按的 骨二 大家好 我叫安逸銘 我來自澳大利亞珀斯 我現在是一名小學老師 我想找一位喜歡穩定生活 名字好聽 聲音好聽的女生 可以 四字好聽 孫征也很好聽 還有名字好聽 你先看看這六個名字 你認為好聽的是有 甜言 蟹一直很好聽 孫征就很好聽 謝謝淳葉 我覺得真的都挺好聽的 男嘉賓 我感覺是我的 也是我的 可是我已經棒了 我感覺看到我自己一樣 一號爆端的原因 你好 男嘉賓你好 從那一開始出來 我就覺得你是我比較喜歡的 這種白白金金的男生 而且你的穿搭 我覺得跟我其實還比較像 就是蠻潮的 其實最吸引我的就是你的聲音 因為我也是一個聲音很好聽的人 然後我也比較喜歡聲音好聽的男生 對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男嘉賓 就是我28歲比你大 所以你介不介意姐弟戀 28歲 比我兒子大很多 其實還好 在我的接受範圍之內 其實我不會特別介意 對 那你要多多關注我 好的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是你的 今天到場的是我的媽媽 好漂亮 嗨 好年輕 謝謝 下面開始慶賈宣言 今天在這裡我想分享我經營幸福人生的要點 第一 脾氣不能火爆 那是我 是我 我很溫柔 第二 對待感情和事業 不能朝三暮四 第三 平時不管工作多忙 一定要有精力留給家人 不然不要結婚 這個是一定要的 這個是一定要的 我知道子女是通過父母來到這個世上 但不是為了父母來到這個世上 我超級贊助這句話 我希望對方的家長能給孩子們一定的空間 和他們保持距離 謝謝大家 謝謝 阿姨好棒 我特別喜歡的一句話是 孩子都是通過父母來到這個世上 但不是為了父母才來到這個世上 對 不是為了父母而活著 3號媽媽 男嘉賓 你好 你好 因為我女兒呢 她也是在加拿大 加油媽咪加油 並且呢 形象 你看她的妹妹就知道姐姐了 你多多關注 好的好的 王思思 謝謝 謝謝阿姨 3號家庭 謝謝 我媽 真的好可愛 2號 男嘉賓 你好 我也是小學老師 她的爸爸也是老師 而且我的侄女好幾個都是老師 我們有小學老師 有中學老師還有大學老師 所以我們也是一個教師家庭 算是同行了咱們 好大都是老師 我女兒呢 現在呢在長沙的一家寵物店裡頭 寵物店裡頭 寵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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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室內動物園 就是 還有呢 我女兒有兩個甜甜的小禮窩 非常漂亮 希望你關注我們家庭 2號家庭 謝謝 謝謝阿姨 我這人好看演員 就是沒感覺 來看男嘉賓的短片 如果你可以看 你必須看得更好 如果你可以看得更好 你必須看得更好 現在的你 眼中的我是怎麼樣的 帥 膚淺 很帥 自裂 玩咖 我是安一鳴 現在是一名小學的中文老師 不抽煙 不喝酒 不愛夜生活 我也不抽煙 最大的愛好是做菜 做菜 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你以為我若不禁風 潛水 游泳 機械 都是我喜歡的 我喜歡大汗淋漓後的寂靜感 他肯定有附近 運動使我充滿福利 我喜歡 我感覺像我的翻版一樣 不忙的時候 我會去給廣播劇配音 我喜歡把聲音捏成各種形狀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我未來的女朋友 能夠和我有一樣的愛好 我 我有 生活裡 我還算是個比較精緻的男生 珠珠男孩 精緻的男孩 護膚 注意穿搭 喜歡拍照 很潮 在外表 是因為不夠自信 愛搭配 也只讓我自己滿意 跟你有點像 我和他談戀愛 就像和自己談戀愛一樣 希望未來的你 能夠接受我的雙城生活 一半的時間在澳洲 一半的時間在中國 我覺得OK的 我覺得一地戀都有點 然後一國戀的話 是有一點 我想談一場 以結婚為目的的長久的戀愛 可以是五年甚至十年 等我們充分享受完愛情的甜蜜 三十歲左右 在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還是不是我的 完了 交給你 你有沒有才藝要展示一下 我其實有準備一首歌 好的 來 還會唱歌 讓我愛你 讓我愛你 然後把我拋棄 我只要出發 不要目的 好聽 好的 是啊 我的耳朵 不想过她 可我不曾见过海洋 我以为的遗忘 恋爱的 最温柔的月光 谢谢 她唱得太好听 我都不敢唱了 歌唱得真好 谢谢 谢谢孟老师 6号 姐夫你好 瞧瞧人这情商层层层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结婚以后 你的老婆跟你的妈妈吵架了 你会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一定是还是占礼 因为我相信我妈妈 我相信我未来的老婆 一定都是一个通信打理的人 否则我也不会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一定会帮礼 不会帮人的 我帮你不帮人 谢谢 我喜欢这个 没问题 是的 而且我姐的平时的心去爱好跟你也特别像 所以我想希望你能听一下她的歌声 谢谢 没问题 谢谢 把声音喝出来 好 好 原来我们现在和爱情靠得这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淋的雨 一陌陌都是你 一尘不染的真心 非常好听 真的非常好听 梁耀玲 《一女将育》 好幸运 希望你把我放出去 我有话想对你说 谢谢 谢谢 他们每次说 把我放出去的时候 我感觉都是一头猛兽 喂 喂 孟爷爷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谢益 你的声音都甜死了 甜死了 然后我现在想唱一首歌 给男嘉宾听可以吗 来 把四号的声音括出来 男嘉宾你好 我是四号女嘉宾谢益 你好 女嘉宾 你会喜欢罗丽英吗 我个人其实会比较偏向 稍微郁姐一点的声音 郁姐一点的声音 我是 郁姐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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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打扰了 没事 大哥打扰了 我就是我 这样啊 马上一个急转弯啊这是 四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啊 我问我女儿年纪比你大 她29岁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看不出来 我其实对于这样的年纪 我是没有不会介意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谢谢 谢谢 片子里边有一句话 爱情长跑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到 我们听到的 都是跑完以后的人说的 但是你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很期待 你有没有想过你说完之后 女生那边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跟你跑五年 万一跑了五年之后 我们没跑到头 其实我不太喜欢爱情长跑 我觉得女生好不起 怕会浪费自己的时间 淳叶 作为女生 假如你还很年轻的话 你现在确实也很年轻 你想一想 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疑问 有可能像你说的那种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往七八九年十年跑 你就说算了我就不跑了 对啊 我跑不动 我是个短跑呢 万一是中长跑选手 这个过来的成熟的姐姐的看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吧 可能是我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点 因为呢 我说实话 我真的发誓我每一段感情 都是冲着长久去的 我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觉得每一段感情呢 我都想要以结婚为目的 然后和女生在一起 进行的一个长久性的关系 她说我要以结婚为目的 但是我想谈很久的恋爱 如果每一段都这么长时间的话 我给你简短地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事的看法 一说要以结婚为目的呢 显得很正式 很庄严 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呢 并不是每一段开始之前 都要宣告一下 我约你看电影呢 是要想和你结婚 我才约你看电影 我一起吃饭 我也是准备跟你结婚的 这倒不必这么紧张 不必一直把结婚为目的 都牢牢地挂在嘴上 而只要我们对待每一段感情 都是认真负责的就可以了 这样表达是不是好点 对 是的 是的 这个爱情的长短的 我们也不要先设定一个 我要长跑可长可短 只要大家认真 你跑两步结婚也行 你跑十年还没跑多快 你们再跑也OK 感情这种东西很难限制的 什么三年五年 说不定我跟你说 你遇到喜欢的人 第二年就领证 也有可能计划不了那个事情 谢谢 我有点想灭灯啊 嗯 你想灭灯啊 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就是练太久 然后基本上都散了 而且还是异国 二号 男嘉宾 你试一下念田叶 田叶 对 你的嘴角会向上 上扬是吗 对 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他在帮我真诀 而且呢 男嘉宾刚刚的这个歌声非常动听 那动听的歌声 一定要配曼妙的舞姿对吧 那我们叶尔也准备了一个舞蹈 想跳给你看 谢谢 谢谢 好 来戴上面具出来吧 男嘉宾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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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二号女嘉宾田叶尔 你好 刚才我朋友夸了我很多 但是刚才VCR有说到这个长跑 还有异国这个点 我可能觉得我这边不是特别能接受 为什么 然后希望可能会让我的妈妈帮我灭一下灯 不好意思 谢谢 没事 没事 这 这 他 是吧 他 灭吧 阿姨这家庭好合适 五号 爸爸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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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看到你这个中分头啊 非常的帅气 真的是 非常好 我就想起了我年前的时候 九年年代的话 也是你留你这个图 你老在怀念你年轻时候的帅 有什么意义 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你会建议女生跟你一样 留着帅气的头发 穿着打棒吗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她 我其实可能比较喜欢 稍微长头发一点 然后温柔一点 她女人是短发 不好意思 没等 没等 你爸爸好懂你啊 爸爸懂你 爸爸懂你 我觉得这个沟通就是属于 特别有效率的 好懂我啊 我爸 天啊 下面进入反选环节 上去灭掉一盏灯回来 不能灭我们的 我要灭灭四号 不要纠结 她要灭我了 对不起了阿姨 天哪 太难了 你看她跟我选的一样 也许是有代沟吧 因为她29岁 对不起 来 看三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孙正28岁 文化传媒公司的创始人 王思思26岁 清华大学硕士在读 段宇欣25岁 凌玉老师 都比她当 三条短片 我们刚好 大家好 我是Cookie 对 这都是我的大宝贝 她是一只流浪毛 然后当时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都养了一个 然后我就觉得她很可怜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缘分 然后我就把她带回家 一直养到现在 到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一号真的是人美心善 我希望她遇到一个 有责任心 有爱心上进的小伙子 一生能够保护她 下一个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清华大学 也是我的大学 在我后面就是我们的清华学堂 然后是我们大学的一个标志 很多人来清华就在这一个地方造像 天 刚走过来 然后看到那边有人在拍婚传照 如果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跌在这儿 拍婚传照 下一个 来给你看看我女儿的衣柜 必须要吐槽一下她的眼光 像不像我家的纱窗 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 一点腰身都没有 并耗服 我妈妈刚刚还吐槽我的衣服 我来看看她的 我不想说什么 你看看 这怎么穿 像我花孔雀 看这一件 穿起来多土 你要看不上的话 你来打扮一下妈妈 你妈玩抱你 未来的亲家母 可欣赏我女儿以后 把你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们一起去逛街 谢谢大家 男嘉宾妈妈提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对面亲家 你有哪一刻觉得你的老婆 像一个小女孩 你妈妈的那颗少女心 也表现出来了 她一直都像一个小女孩 撒娇的时候 她平时撒娇的时候 最像一个温柔的小女孩 朋友我们两个是自由男人的 还有经常撒娇的时候 那是最 是不是 这个 我可能是在南美洲 刚刚开始去 什么都不知道 就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 那个我也不懂 像一个孩子 这个也不知道 那个就叫老公 这个怎么回事 老公为什么 老公这个叫什么 对 你觉得你妈妈什么时候 在你爸爸面前最像小女孩 想要她钱买东西吧 有请3号 都很漂亮 你现在想更喜欢哪个 我倾向于加拿大那个王思思 来 从3号开始 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条件都是很搭配 而且而且你有国外的背景 我也是有的 我觉得我最欣赏是你的工作 因为你是一个小学老师 喜欢孩子 我也是特别喜欢孩子 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来多多认识你 然后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看有没有机会 变成男女朋友 我懂 因为我中文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 南美洲的舞蹈 来表达一下我的热情和大方 欢迎 好 好 忽灭来的那种热情和性感 3号 3号有种能力就是让你突然间开心 进入到它的氛围里 莫名有点配 6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首先呢我很认同你的家庭理念 我觉得我们成长环境很相似 然后生活中我也是一个 比较精致的女孩子 也是喜欢拍照 我可以用一首歌表达我的嫌疑吗 当然可以了 欢迎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得很轻易 亲爱的别人心 你的眼睛 再说我愿意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得很轻易 太甜了 段雨昕我也很喜欢 对 6号也很漂亮 对 也很漂亮的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之前我一直在很认真的有看我们一现场 你们的家庭的理念 孩子是父母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但是不是为了父母而活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但是同样要孝顺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特别赞同阿姨 特别赞同你 之前导演有问过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但是如果我遇到我很喜欢的男孩子 我会主动 所以今天我站在了这里 我上一次没有走 我今天明白了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要在这里遇到你 她好会说话 好 来 男嘉宾妈妈 我希望三个女生当中放弃一个 我真舍不得都三个小姑娘 我们不同意三个都带走 三个小姑娘都是很棒很棒 但是从岁数来讲 爆灯的孙真稍微大一点点 你同意吗 我上一次没有走 我今天明白了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要在这里遇到你 我其实觉得岁数没什么大不了的 说得好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舞台上 三位女生都没有去交往过 所以说我这一点呢 就还是选择尊主妈妈 尊主妈妈 这是什么反转 谢谢1号 可惜的 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 如果我现在走到两位中间 我伸出一只手 你们会对我做什么 来 3号 牵走啊 牵到你走吧 哈哈哈哈 就很直接 谢谢 6号了 你可以靠近一点吧 谢谢 我写了一个字 她写了什么 爱 我写一个爱一直放在心里 谢谢 她写一个爱说话的话 3号还是6号 我觉得她会签6号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强烈的预感 我觉得可能是6号 对 6号 我写上于6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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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来认识你 然后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变成男女朋友 谢谢一个爱一直伸在心里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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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喜欢3号 哎呀 恭喜你 太棒了 现在你们内心的东西太棒了 现在你们内心的东西太棒了 现在我们的心里有了 是的 这一天 我们的心里根本能为大家 在我一样 我要不要跟招待一辣 去過吗 如果一般的心里有点 你们的心里会在心里面 我觉得今天遇到跟我类似背景的 一位女嘉宾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 很吸引 謝謝 我覺得兩家人一起吃個飯 對 之後我們兩個去吃甜點 新鄉親大會精彩稍後繼續 新鄉親大會精彩繼續 謝謝 請三號男嘉賓 好好看 找一仙黑好帥 好帥氣 謝謝 我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我送個禮物給你 拿桌 我拿桌 來 送花 我媽媽送花給她 媽媽就開啡粥了 媽費了一口粥 送了一口粥 大家好 孟姨也好 現場的觀眾們大家好 好 四號直接爆燈了阿姨 好好看 就我看了第一眼就很帥 然後很有氣質 誰 誰 誰 我是劉彥琪 今年26歲 目前在北京創業 有一家自己的攝影studio 是一名自由的視覺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 你對話說 然後呢 我喜歡優秀獨立高挑的女生 高挑 我有點喜歡 你怎麼沒有拍 我後面努力爭取吧 不喜歡這個 你拿的東西是 這是剛才叔叔阿姨給的 我也不知道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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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這邊我能放就放嗎 放放放放 這邊是我的爸爸媽媽 大家好 下面開始親家宣言 下面由我們來一起宣讀 我們的親家宣言 50多年的生活經驗告訴我們 生活路上的磨浪 很多不是物質能夠解決的 唯有愛和快樂才能戰勝一切 愛和快樂 我們家對不起的就是愛和快樂 今天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 對現場的六位女孩子說 無論什麼只要你想吃 想逛 想買 我們就帶你逛 吃 買 逛 吃 買 逛 吃 買 哇 太可愛了 作為婆婆 我只會陪你做這三件事 我有我的生活 有你們的生活 我們可以相互支持 也可以分享快樂 但一定互不打擾 謝謝大家 這也太棒了吧 帶我走吧 寫得正好 重要的是都說了三遍 爆燈的是四號 男嘉賓你好 我是四號的謝毅 你好 你好 一看到你出來 我就覺得你像是從漫畫裡面走出來的美少男 謝謝 然後我也是一個比較喜歡幽默搞笑的女孩子 我覺得我們在一起的話肯定會就是每天都過得很開心很快樂 希望你多留意我 謝謝 謝謝 我記住你的名字了謝毅是吧 對 好 謝謝你給我爆燈 媽呀 媽呀 幫我 來 看片子 好 真是文藝 好 真是文藝 我是劉彥琪 太容易倒了 初中開始學習法語 十七歲前往法國 在圖鲁茲一大學習社會經濟學 天啊 太帥了 大三的一天 我在脖子上摸到了一個腫塊 醫生說我患了甲狀腺癌 我變得孤僻 抑鬱 畢業回國 直到手術完成 才確定腫瘤是良性 噢 虛精一場 相比身體更難恢復的是精神 我實際小時候最愛的相機 去拍照 去記錄 去認識更多的人 現在在北京成為了一名創意攝影師 擁有一家自己的攝影工作室 很厲害啊 這個 我喜歡 他會拍照 我的朋友圈 除了少數幾個男生 大部分都是女生 所以未來的另一半一定不能介意 那他應該見過很多美女吧 我是一個會把私人空間 和二人世界分得很乾淨的人 在一起可以膩 但是分開就互不打擾 我不希望未來的另一半過分依賴我 我不是要找女兒 我是在找女朋友 最好你能讓我仰視 學歷升高家事工作 你和我的差距越大 我就越有征服你的激情 我哪能想要優秀的女神 對 對 對 我終於完成我的活動 為了在未來的未來的 最後 不錯不錯 很棒 記住 記住 這個號 男嘉賓你好 你好 就是你的那個病情的話是 現在是好轉了是嗎 問了這個問題 其實當時檢查的時候說得挺嚴重的 但是做完手術以後 因為是良性的所以其實做完手術的時候 就已經恢復了 對 其實我不是很瞭解你這個病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祝你早日康復如果 已經康復了 好 不好意思 她已經康復了 忘記我剛剛說的話 我媽為什麼不積極呢 她們會覺得我不喜歡這種嗎 喂 喂 孟爺爺 我是二號女嘉賓田葉兒 我想公放一下我的聲音 二號的聲音放出來 男嘉賓你好 我是二號女嘉賓田葉兒 你好 你好 我就真的非常喜歡你 然後你一出來 其實我爆燈爆完了 太慘了 其實我有準備了一個舞蹈 是我可以為你挑一支舞嗎 可以 可以 來吧 好好看 好好看 太棒了 她出去的時候 我不是在轉圈的時候 她有扶我的時候 我就說謝謝 謝謝 我覺得真的 喜歡 喜歡 2號 你在片裡提到說 你的朋友圈裡邊 就是大部分都是女生朋友 而且女孩子不能夠介意你 就是這麼多女性朋友 那你怎麼把握 跟這種女性朋友 相媚的這種度呢 那其實我不是特別在意 因為我從小到大 就是比如說在文科班 所以同學也都是女生特別多 包括我現在從事的這個行業 也基本上以女生的這個為主 但是其實如果我談了戀愛以後 我是不會跟我的這些女性朋友 單獨出去看電影吃飯什麼 可這個可以理解 她們也會主動地避嫌 而且我也不會介意女生 她自己有異性朋友 只要是這個度跟我 就是都能把握好 對 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對的 這就是你的現在年輕人 自己的朋友圈嘛 行 好 謝謝 那其實我是不是很介意的 我跟你說 我不靠顏值取勝 我靠我的優秀的靈魂 她是我最喜歡的 很多的價值觀趣味和一些細節 都是我特別認同 我不止一次聽到過 不止一個女生會在相親的時候提出 你要跟我在一起戀愛 你必須把手機拿出來給我檢查 把所有的女生全部給我刪掉 那這個有點過分了 對 這種女孩我碰到過 當然這是她自己的權利 她可以這樣 但是呢 所以說在我的觀念裡面 這一部分來自狹隘 一部分來自幼稚和不成熟 對的 對的 我特別不喜歡 有一種男生說 只要想把這個女孩弄到手 行行行 可以可以 好好好 我都聽你的都聽你的 好 你拿去答應吧 然後事後接受不了又反悔 我覺得這樣的態度非常好 一個有分寸的男人是 就是我可以做到的 我能答應你 我答應你 我做不到的 我現在就告訴你我做不到 並且有這樣價值觀的人 是不會成為我女朋友的 所以個人都保持著個人 應該願意堅持的價值觀 去考量對方 其實男生你不能這樣 強制要求他 你要求他 他反而可能會要這樣做 而且你還不知道 捆綁得太緊的話 就會出問題 要給他空間的 有我喜歡的點 但是不是特別心動 喂 孟爺爺你好 我是三號女嘉賓 王舒文 我想公放一下我的聲音 可以嗎 三號的聲音放出來 有 男嘉賓你好 你好 你好 首先呢我 你一上來的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你 就是有那種對上的感覺 我是因為我是在立茲大學讀碩士 然後我覺得海外的這些經驗 咱們也是非常相似的 且我現在也是在自學法語 當然可能和你沒有辦法 那麼流利的溝通 但其實我們可以說中文的 對 對 對 聰明 他情商很高 對 很聰明 是不是 我情商很高 我情商很高 然後我的爸爸媽媽 你們一定要多幫我爭取 好 沒問題 我有 有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微笑兒裡邊說 你比較喜歡讓你養視的女孩子 那你說的養視呢 可能是才華還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就是我不介意我的女朋友 她比我優秀 就包括我現前看節目 有一些男嘉賓一聽到女生 哇 高學歷 哇 我和不住爸爸 我和不住媽媽 我和不住她 對 我就覺得怎麼回事 這優秀的人不是更應該值得 被追求的嗎 他真的回答得好好啊 他很聰明 因為優秀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加分項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我如果找一個更 比我更優秀的女朋友 她會激勵我變得更加優秀 但她看到我進步的同時 她也會覺得 我還得進步 我不能停在原地 一起進步 對啊 對啊 一定是這樣的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不能夠接受 比你自己優秀的女生 反而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覺得你可能 不太站在一個男女平等的地位上 哇 太棒了這個點 我覺得兩個人就獨立的 我們沒有性別的這個差別 我們主要 我們的彈琴說愛 建立在我們兩個人 互相的感覺上的 互相的這種欣賞上的 我是這樣想的 謝謝 很棒很棒 太棒了這一點 這個男嘉賓的回答 我認為非常非常好 這也是跟我完全相似的 一個價值觀在哪裡 我們看中哪些因素呢 這些因素代表著什麼呢 這是一個多麼有自信的男人說 我不介意我的女朋友 學歷比我高 身高比我高 她這一點是要有自信的 而且她說的比我預想的 還要好的一部分是什麼 正是因為如果我的女朋友 各方面都比我優秀的話 她會讓我變得更優秀 而我以前看到的是 學歷比我高一點點 男生都害怕 比我多會一門外語 她也害怕 身高高一厘米 她也Hold不住 歲數比我再大一天 她都接受不了 那不叫堅持 那叫狹隘和執念 對 我覺得 對 孟爺解讀得非常好 孟爺你好 我是五號女嘉賓蕭雨婷 五號爸爸 喂 老爸 我覺得這個吧 就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幫我就是委婉地拒絕一下 就是好嗎 男嘉賓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剛才送你的禮物 你知道上面寫的什麼字嗎 就是 是 我送給以後你都沒有留意 不好意思 好 我們的 什麼 什麼東西 你爸爸 我爸好給力 你爸好棒 你爸把鍋推到他自己身上了 你怎麼是 叔叔你怎麼是就傲嬌的小男生 這個彎拐得很急 我以為你只是傻傻嬌 沒想到你來真的 下面進入返選環節 上去滅掉一盞燈回來 好 天啊 別滅舞 我怎麼覺得他要滅舞文家 不行不行不行 她多高啊 1米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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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問身高嗎 他在問身高 剛才你看到了 你剛才跳舞的那個 這個 不能不能 不能我不能 不要滅舞 叔叔 1米60 他可能還是喜歡比較高挑一點的 別別 兩個腳舉我特別漂亮 跳舞的那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滅了2號啊 2號其實甜意兒我也很喜歡 他滅了你嗎 他忘了你嗎 就男人不適應 Oh no 三個女生的基本資料 孫征28歲 文化傳媒公司創始人 王淑文24歲 英國立茲大學碩士再讀 謝毅29歲 主題民宿主理人 三條短片 在朋友們的眼中呢 我是一個都市利人 那你們認為的都市利人的下午茶 可以是這樣的 哇 你這個可以 接下來就帶你們去看看 我和下午茶的地方 大玩就是這兒了 哇 我請一請受 在下面呢 我們再說一個 開廳向有 我實際談天的套養 早上春晚的天后就 黃正月十日母 是隆登會的獅子餅 西月期 傳說本是一個天合配牛郎之女 在交流八月十日母 是名聲樂 月裡的長得快的憂愁 我以後的男朋友 在我有興致想要來兩段的時候 你一定要替我狠狠喔 下一條 做老公他討厭他 特別守舊保守 我以前還特別喜歡跳光唱舞 但是他就不讓我跳 你這個人就害怕 害怕我跳著跳著 跟上別人跑掉嘛 什麼樣跳舞 要是過分的 的話肯定會很反感 甚至 甚至怎麼了 有些不給你 不給你 這怎麼想幹啥 你小日子不想幹了嗎 有一個心態比較年輕的親家母 跟我一起運動逛街 買新裙子呀 自己的心態永遠調整到18歲 下一條 大家好 我叫謝毅 剛剛持去了國企穩定的工作 操辦了幾間民宿 謝毅小時候很喜歡玩那個 巴比擺弄這些漂亮的衣服 所以他現在把它每一個民宿 都標成不同的主題 有婚紗的 和服的 抗服的 去年的武器節目裡面 帶我去他的婚紗民宿裡面 穿那個婚紗拍照 感覺又回到了那個 幸福的婚姻殿堂一樣 希望今天能夠成功牽手 跟我那個對的他 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哇 這種傷心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子的 我已經準備了好多告白的話了 我給你這個機會 易兒 你們有關心她剛才 就是問父母身高的問題嗎 我是覺得就是 她在最後選擇留燈灭燈 這麼重要的環節 不應該哪些硬性的條件去卡 但是我覺得她沒有大毛病 但是你很喜歡 我願意把這個機會讓給你 問三個家庭一個問題 等一下 等一下 喂 喂 孟爺爺 我是二號女嘉賓田葉爾 不會是葉爾吧 可能是 可能是我媽媽剛才沒有爭取 她可能已經忘記了我 然後其實我把表白的詞 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真的很喜歡她 然後剛才就是她在問世高的時候 其實我旁邊的一號女嘉賓她 其實對這個有點介意 然後跟她商量之後 她是願意把這個機會可以給我 想請問您能不能答應我一下 你讓我緩一緩 因為我也沒有碰到過這樣的課題 現在我要跟大家商量一下 二號女生打電話來 表達了一個意思 表白的詞都準備好了 然後燈被滅了 阿姨是不是也挺醒的二號 二號 二號跟一號商量 一號對剛才聊到身高的這個話題 一號是有點介意的 一號二號商量了一下 倆人想換一下 首先我們做服務工作的 要做到面面俱到 不要讓任何人有遺憾 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堅持原則 好 這邊沒問題了 兩個姑娘說好了 只要你同意我倒不介意 你覺得願意可以換 並且給二號一個機會 我就同意他們換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一號可能他對我 並沒有那麼的有感覺 就可以 我同意 同意了 你們換吧 加油 燕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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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加油 加油 還帶有帆著 對 加油 你要加油 謝謝你 好的 男嘉賓父母問對方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家的女兒選擇做家務的話 她會做哪樣家務 我覺得我女兒一個是洗鍋 洗鍋 洗鍋 男孩做完飯以後 她會主動去洗鍋的 第二個 我們女兒她喜歡做美食 做飯 我喜歡做飯 好像現在留給我們的家務的品類 不是特別多了 來 有請來 有請四號 從二號開始 男嘉賓 其實我就是剛才為你跳一支舞的女嘉賓 我一上場我說我有三個 就是高個子 高臂梁和高情商 真的你在所有的都是我特別符合我 尤其是高情商這一點 你的每一個回答我都覺得 我一直在心跳 我真的心動了 然後還有就是像我如果有雙修的時候 我會比如說這一周我去爸媽回家看我爸爸媽媽 然後我也可以去看叔叔阿姨 因為你在北京嘛 我可以幫你去跟叔叔阿姨一起想逛吃 我也喜歡吃 我也喜歡逛 買就不用啊叔叔阿姨了 我自己來也可以 所以說我可以說我真的很喜歡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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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賓你好 我不太善於告白 也不太善於表達感情 真的 我前面在第二現場的時候 我很著急 我說我要怎麼告白 然後我就想了很多 我說我會做飯 我可以給他做飯吃 我還會收拾屋子 我還可以把他的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的 好賢慧 我可以陪他打球 也可以陪他出去攝影 當然我也會跳舞 我想說我想在你身邊照顧你 謝謝 謝謝 4號 男嘉賓 從你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深深地被你吸引了 你每一個眼神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表情 我都全神貫注地看著 以至於世界對於我來說 好像變成了靜音一樣 就是這個世界好像變成了黑白 只有你是彩色的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你牽手 異地我覺得不是問題 因為我是一個很獨立的人 無論去哪裡我都可以照顧好自己 也可以照顧好你 男嘉賓父母 三個女生淘汰一個 這三個女生都很優秀 我也都很喜歡 但是呢4號 我看到她的年齡29歲 不好意思 來 你的父母決定到在4號 你同意嗎 我不同意 好 那你 你的決定是 不要讓2號下去 她很喜歡你 3號 不好意思 怎麼我跟她差這麼遠呢 最後一個問題 問兩個女生 我想說如果我們倆在一起以後 有一天我們走在路上 突然天上下起了泡泡 你們會有什麼反應 會做什麼 導演幫我上一下道具 莫菲老師麻煩你就是幫我們在後面 灑一灑泡泡 來 你先試一下 好 可以 稍微高一點好不好 還有一個要求 來 你還有什麼要求 你說 稍微用嘴往前吹 我還想用嘴 太過分了 我覺得你實在是太過分了 來 我可能會拉起你的手 那你拉吧 好 請你牽著我 讓我轉到你的懷裡 你就是我的第一名 兩個人一起製造天地浪漫 卡在你手上 什麼好不用害怕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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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可以抱你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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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 可以吹一下泡畫一下 這畫面真的太妙了 好 加水 加水 謝謝 謝謝 很浪漫 來 你要做最後的決定了 2號還是4號 你的選擇是 2號 4號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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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跳舞的时候 就是也没有特别心动 因为我这个行业 所以我见的会比较多 但是最后那一个动作 它一个转身倒在我怀里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的心都跳出来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女生 我们以后一起进步吧 好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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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收看今天的 星期夏天大会 下期同学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Jonathan